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三章非流众资产 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会计部分非常重要的一章 考试的分值也比较高 新进直播间的同学大家测试一下声音 如果说声音没有问题PPT也没有问题 然后图像也没有问题在公屏上给我敲个字 随便敲一个字就行 让我知道设备是正常的 然后咱们7点正式开始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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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7点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环球网校 参加咱们2022年度审计师相关专业知识会计部分的学习 我是大家的主角老师周吉喆 今天我们要一起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咱们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是我们所说的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这一部分分值非常非常的高 一般来说在历年的一个标准上它能占到8分左右 所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重点花精力学习的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目录 这一章一共教谈上给我们写了五节 第一节固定资产 第二节无形资产 第三节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我们之前讲过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个交易性金融资产叫做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录当其损益的金融资产 好 还有第四节债权投资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另一类金融资产了 叫做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五节长期股权投资 谁比较重要呢 第一节固定资产比较重要 第四节债权投资比较重要 第五节长期股权投资也比较重要 但是在这里面我必须给大家加东西了 第三节和第四节都涉及到了贪余成本的概念 所以说我在讲第三节第四节之前 必须给大家补充一个内容 叫做贪余成本 这一部分内容在我们教材上 没有特别的给大家展开 所以说你学后边的时候 如果说我不把这个贪余成本给你补上 你后边的课很多都听不了 贪余成本这一个知识点 在我们这一次考试里面涉及到的分值 会有十分以上 所以说这个知识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光我们在学资产这一部分的时候要用到它 我们在后边学负债的时候 同样会遇到贪余成本的概念 所以说我必须把这部分给你补进来 我们今天来说谁呢 我们今天讲不了这么多 我们今天来说第一节固定资产 这也是考试分值非常集中的一章 固定资产可以说是我们资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性资产了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固定资产第一个内容固定资产的概述 固定资产的概述其实上也就是说固定资产的特征 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确认条件是什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来看特征 学习所有的资产 你都要先从它的特征入手 而且它的特征都往往会描述一个内容 就是这一类资产它的持有目的 固定资产同样是如此 第一个特征说的就是它的持有目的 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而且始终寿命超过一个快计年度的资产 我们把它叫做企业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既是一个快计科目 也是一个报表项目 好我们研究一下持有它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生产商品 比方说你们单位的什么呀 厂房啊机器呀 这都是你们企业用来生产产品的资产啊 还有说什么提供劳务 那这就很多了 比方说你是一个什么呀 运输公司 那你们公司的这个大卡车 这个货柜车 这就是你们公司的固定资产 它是提供劳务用的啊 好出租这个 咱先跳过去 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这些东西更多了 你们企业用到的电脑 甚至来说你们的办公楼 你们的厂房 这都是你为经营管理而持有的啊 很多初学快乐的同学 他觉得啊固定资产 就是储那不动的那些东西叫做固定资产 不对啊 这个想法不对 你像什么汽车呀 以及本电脑啊 这些东西 它是可以移动的 它也叫做固定资产啊 我们这里所说的固定 其实更多的说的是什么呀 说的是它的使用年限 使用年限超过的一个会计年度 这里所说的一个会计年度 其实就是公立的一年啊 好我们刚才甩了一个 是我们的出租 因为出租啊比较特别 那么出租的什么东西 能够叫做企业的固定资产呢 好 什么东西都可以 一个不行 谁呀 房或者说是地 如果说你把这个房 你给出租出去了 那么它不叫固定资产 出租出去用来赚取租金的这个房 它叫做投资性房地产了 所以说出租出去的这里面 第一不能是房 第二还不能是什么 第二不能是什么 不能是这种融资租赁租出的 你只能是这种原来所说的 经营租赁所租出的 比方说啊 咱们举一家公司 有一家公司啊 叫做神州租车 它的主营业务是什么呢 把它持有的汽车 短期的租给你 租给你十天半个月 十天半个月之后 你把车还回来 然后交十天半个月的租金 那么好 它持有的这些汽车 用来往外短期出租的这些汽车 就是他们公司的固定资产 好 出租这里面第一不能是房 第二不能是融资租赁租出的 什么叫融资租赁啊 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就干着这个活 他买来一个设备 然后长期租赁给你 比方说这个设备啊 能使用十年 好 那么你使用这个设备 九年半 九年八个月 而且这个价值呢 往往都很高 所以你说这种叫做融资租赁啊 剩下的叫做什么呢 原来叫做经营租赁 现在租赁准则改了 把这个经营租赁给你换了个词 叫做低价值和短期租赁 所以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出租 说的就是那些低价值和短期租赁啊 是这一部分 不含着融资租赁 所以说这比较特殊 我要跟你多说两句啊 好 你看看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它的持有目的 我们很多资产研究的初始 都要去研究 它的初始目的啊 持有目的 好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 确认条件 在符合概念的前提下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才能予以确认 好 这两条你看着非常严肃 对吧 第一条固定资产 包含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第二条 这个固定资产的成本 能够可靠的计量 咱们说过 不单单是固定资产 所有的资产 如果想被确认 都要满足 而且是同时满足 这两条确认条件 这是所有资产 它确认的时候的一个 共性的一个通向 好 这说的是固定资产的概述 其实主要让大家掌握的 是它的特征 或者说是它的定义 好 这是第一个内容 概述 第二个内容 固定资产的分类 我们把固定资产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成三大类 第一按照经济用途分类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生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和非生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 咱们刚才所说的什么呀 机器呀 厂房啊 还有你用来工作的这个都是生产经营用的 对吧 那非生产经营用的有什么呢 比方说员工的这个阅览室 员工的食堂 他本身并不直接参与经营 但是他又是被员工突兀的 员工又是给你企业干活的 所以说他是间接的参与到了生产经营里面来 虽然说是间接 但是他也参与到生产经营来了 所以说这些员工的食堂员工的阅览室员工的宿舍 也把它视为固定资产 好 这是按经济用途 那么按使用情况分 就分成使用中未使用和不需用 使用中这个好理解正在用 对吧 那未使用说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新买来的机器设备还没安装好 或者说还没拆崩呢 那你说这个机器设备什么时候确定固定资产 一会咱们就会讲到 能够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也就是说能够正常使用的时候 就是算里面企业的固定资产了 这个能用 但是你哥呢还没用 这叫未使用 好 什么叫做不需用 现在他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还没卖掉 或者说还没有被划分为持有代售的资产 那么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不需用的状态 现在用不朝他了 但是没卖掉 那还是企业的固定资产 这是按使用情况分 那么按照产权归属来分 就有两种 一种叫做自由 一种叫做租入 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你有他的产权 这东西就是我真金白银买来的 我有产权证 我有所有权证 那么是自由的 那么还有一个租入 这里说的租入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呀 融资租赁租赁租进来的 这是融资租赁租进来的 咱们找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租了一个大型设备 使用九年半 但是这个设备使用寿命十年 你看他使用寿命十年 被咱们使用了九年半 他生命周期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为我们公司做的贡献 虽然说我们没有他的产权 但是他跟我们家的固定资产其实性质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我们资产定义里面不说了吗 一个叫拥有或控制这个融资租赁租赁租入的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够控制的那些资产 虽然没有所有权 但是一直被我所使用 别人使不了 这是租入的 而且是融资租赁租入的 好 一定和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固定资产定义里面 这个出租 搞清关系 一个是租出 一个是租入 一个是租入 融资租赁租入的算固定资产 好 这是固定资产的分配 这个不太重要 你知道即可 第三个内容 固定资产的取得 其实这里面主要说的是什么呀 固定资产取得 这时候他的入账金额应该是多少 主要说的是他取得时候这个成本怎么去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固定资产初始计量的一个总原则 固定资产初始计量是指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取得成本作为买他的时候 取得他的时候一个入账金额的 那这个取得成本到底包含什么东西呢 取得成本包括企业为构建 购买建设 构建某项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 好 什么叫做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前 看我这个图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其实主要说的是一个识点 这个识点说的就是固定资产能够用那个点 只要固定资产能够正常使用 就叫做这个固定资产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咱们刚才说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所发生的合理和必要的支出 说的不就是这一段吗 对吧 这个识点之前 一切合理和必要的支出 这时候有同学就要问老师 什么叫合理和必要的支出 这个问题你正着想不好想 你怎么想 你摆着想 你怎么想呢 你就这么想 如果不花这个钱 这个固定资产 他就用不了 那么这个钱就是合理和必要的 如果说不花这个钱 这个固定资产照样他能够用 那他就不是必要的支出 你反着想 一会儿你再说他构成的时候 会给大家举例子 那么取得方式决定了取得成本 那无非就分成什么呀 自建的外购的 主要是这几种 我们教材上主要介绍的这几种 有其他的方式吗 当然还有 咱们这个账谈没写那么多 好 咱们看最主要的 外购的 这固定资产呀 我打外面买进来的 那么好了 他的初始入账金额 包含哪三大块 看着眼熟 好 也是三大块 价税费 你看和我们说存货的 那个外购的存货 初始入账金额的构成 完全一样 也是价税费 那么这个价不包括可底扣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 因为可底扣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 它叫价外税 价外价外 不能含在价里面 价和存货是一样的 相关税费呢 包含着什么呢 如果说你这固定资产是打国外进口的 海关会收你一个关税 这个关税是价内税 要加在固定资产的路上金额里 还有什么呢 比方说你买的是狗房 你买房的时候 你要交一个叫汽税的东西 这个汽税也是个价内税 要加在这个房的成本里 如果说你买的是个车 对吧 这个大家都熟 对吧 你要交一个叫车辆购置税的东西 这个税 这个税也是价内税 你要加在这个车的成本里面 也构成了它的初始路上金额 如果说这个增值税的进向税额是不抵扣的 那么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向税额 它就从价外税变成了价内税 这个价内税 你就能给我加在相关事件里面 什么情况下不可抵扣呢 一种情况 咱们买固定资产的一方 咱们是一个小规模纳税人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的销项不计 以进向也不抵 所以说进向税不可抵扣 或者是什么呢 销售方给咱们开的发票 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个增值税普通发票 普通发票不能够抵扣进向税 那也不能抵扣进向税 这个进向税就被进入到价里面 这和存货那一部分原理相同 大同小异 好 这个费说的是什么呢 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这个咱们刚才说过 那就是能够之前发生的 可归属于这个固定资产的其他费用 比如说什么呀 运装保 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你买个机器 离不开这仨费用 这仨费用 在存活那学过 对吧 他们要加在固定资产路上 好 特殊的 有一些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固定资产 外面有一种大包装箱 木头的那种大箱子 或者说是更好的那种防震箱子 这个包装费 也要加在固定资产路上 如果说你这固定资产 买进来之后 需要人工安装 那么这个安装费 也要加在固定资产的路上 你就去想 我刚才跟你说的 如果不花这个钱 这个固定资产就用不了 那么它一定是必要的支出 你说这个安装费 你如果不花的话 你说我不花安装费 那它用得了吗 一堆散架 你怎么用 你用不了 有的设备需要人家厂家给你过来调试 这是什么呀 专业人员服务费 你不调试好的设备照样也用不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运装宝 包装安装专业人员服务费 什么调试费 是不是都不花这个钱 这个机器它用不了 所以说必要的支出 好 谁不是必要的支出呢 经常容易考您的混淆 像叫做员工培训费 员工培训费是必要的支出吗 不是 为啥呢 员工培训费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你员工买个新设备 原来没用过 要请个老师教一下 对不对 这解决的是能不能用的问题吗 不是 它解决的是什么呀 它解决的是会不会用的问题 咱们刚才说了 你不花这个钱 它就不能用 你不花员工培训费 那是你员工不会用 而不是机器不能用 所以说这个背里面 别给我包括员工培训费 就按我说的这个思路 你去推百事百灵 这是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構成 价税费 这个表回去好好的消化一下 其实和我们存货所说的原理大致相同 原理大致相同 那么好了 我们看一下分路吧 无非不就是分成需要安装的和不需要安装的机器 对吧 好 无需安装的 这个最简单 借固定资产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进向税额不能含在 这个固定资产里面 你要把它单独的核算 对不对 走应交税费 以后去抵减交项去 所以说它是一个纳税义务的减少应交税费在借房 这咱说了好多好多遍了啊 好 如果说你付的是银行存款呢 那就带银行存款 如果说你没付钱 带应付账款 看题目要求啊 好 如果说是需要安装的 那不需安装的 麻烦了 其实也就是麻烦在哪呢 它需要一个科目进行过渡 哪个科目过渡呢 再建工程 完工以前 安装好了 以前都放在再建工程里面 我说错了 没安装好 没安装好的时候 都放在再建工程里面 等安装好了 达到一定可适用状态了 能用了 再从再建工程 给我转到固定资产里面 就多了这么一个 再建工程的一个过渡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分路 第一步 那肯定是花钱 对吧 支付设备价款 支付增值税 那么因为你是需要安装的 现在还没安装好 还不能叫固定资产 它就叫再建工程 对吧 借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 也是一个资产类的科目 借增再借 同理 应交税费的进项税额 单独核算 如果说你给的是银行存款 带银行存款 那么在安装的过程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安装费 一些其他的杂费 都是和安装相关的 那么这些安装成本怎么办 你看 全都往再建工程里面 让 借再建工程 带银行存款 都往再建工程里面 让 再建工程就是一个过渡科目 等这个固定资产 安装完毕之后 安装工程完工的时候 你看他从再建工程 转到了固定资产 无非不就是拿再建工程 那个资产 做一个过渡吗 然后把它全部的值 全都给我转到固定资产 比方说 一开始再建工程 你买的时候 这个设备 10万 你用花了1万的安装成本 那么不就是11万吗 你把11万再建工程 都给我转到固定资产里面去 固定资产的路上金额 都变成了11万了 一定是完工的时候 转固定资产 老会计把这一步叫做什么呀 老会计把这一步叫做转固 你一听转固 那就知道是再建工程 转固定资产 这是什么呀 外购固定资产 它的相关分路 分成无需安装和需要安装两部分 好 我们来做一道题吧 这是书上的一道练习题 稍微改了一下啊 环球公司2019年购入 需要安装的生产机器设备一台 用银行存款支付买价18万 支付了增值税23,400 支付了安装费 并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好 也就是说这个买设备的钱和这个安装费都给咱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吧 安装费一共是2000块钱 安装费所产生的增值税是180块钱 因为我们这种考试的时候 如果和这道题里面没有特别指明 这个公司是不是一般纳税人 那么他默认的都是一般纳税人 好 他既是一般纳税人 你还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就是说这个增值税的进项税额23,400和这个180 这两笔干嘛呀 你别往成本里面积 你给我单独的放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的借房里面去单独核算 好 该机器设备安装完工后交付使用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如下快笔分路 好 第一笔分路 那不就是买机器的时候吗 这时候你能借固定资产吗 不行 为啥呢 需要安装啊 你刚买进来还没安装完毕呢 走谁呀 走在线工程 借在线工程 多少钱 18万 那就是那个买价 好 23,400的增值税金项税额 单独放在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金项税额里面 两个加在一块 我们用的银行存款支付 这不解释了吗 用银行存款支付 带银行存款 20万零 3400 两个加一块 好 那么支付安装费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给人两笔钱 一笔安装费2000 那2000也寄在在线工程里 借在线工程2000 还给了人家180块钱的增值税金项税 好 因为开的也是专票 所以说放在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的借方 单独核算 借180 两笔加在一起 用银行存款支付 带银行存款 2180 然后完工的时候 干嘛呀 转雇 把谁转雇呀 你看就这两笔雇 赛建工程 这一笔 这一笔 18万一笔 2000一笔 加一起 一共是18万零2000 带固定资产 18万零2000 转到谁身上 借固定资产 带在建工程 18万零2000 借固定资产 18万零2000 你看 做完这一笔之后 在建工程的余额变成了零了 你看 借方18 借方2000 带方18万 好 借带平 所以说 在建工程 这个科目 典型的过渡型科目 过渡任务完成了之后 余额变成了零 这道题 其实挺简单 好 这道题回去之后 好好的都练一遍 好好的练一遍 好 这道题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这道题 没问题 给我敲个字 咱们前面说的这一部分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敲个一 咱们就过了 有问题 提问 好的 没问题 咱们就过了 好 咱们过 刚才说的是什么 外购的 买的 对吧 这种方式 其实是最简单 我们再来说第二种情况 自行建造 什么叫自行建造 不是我买的了 是我自己盖的 这种情况下 一般说的都是谁 说的是什么 厂房 或者说是那种 需要涉及到一些土建的 那些大机器 它才涉及到自行建造的事 第一种模式 自营方式 什么叫自营方式 我自己买料 我自己的工人 我自己的设备 我不找包工队 这个活 这个厂房 我自己盖 就叫自营方式 好 那无非就是 这么几步 第一步干嘛呀 勾入工程物资 你自己盖个厂房 你给有沙子灰 水泥砖头吧 好 这就是去买 沙子灰水泥砖头时候 那一笔的路 咱们说过 这沙子灰水泥砖头 你不能作为存货呀 因为他们以后会变成厂房 厂房是固定资产呀 不是用来卖的 所以说你不能走存货 你不能走库存商品 你也能走谁呀 走工程物资 沙子灰水泥砖头 他们是工程物资 也是一个资产科目 借工程物资 好 然后呢 买沙子灰水泥砖头的时候 产生了进向税 怎么办 单独的放在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里呢 因为根据现在新的税法呀 你构建固定资产时候花的这些进向税都可以抠了啊 其实是国家鼓励加大固定资产投资 希望你们把老的设备换掉 更新换代 拉动进去 所以说国家在用一些税收手段去做一个宏观调控啊 好 如果说给的是钱 带谁呀 也行存款啊 那么你领用这些沙子灰水泥砖头的时候 怎么办 那不就是带工程物资吗 资产减少不在带方吗 那么这时候工程还没完工呢 没完工不能叫固定资产 没完工的时候得叫再建工程 借再建工程 你后面会发现 所有花钱的项目 所有增加了这个机器啊 厂房的这些项目 这些钱都往再建工程里面赚 这是领用工程物资 领用生产用原材料 比方说领用了一些企业的木材 咱们企业不是做 之前举的例子 不是做这个家具的吗 对吧 我们有大量的木材原材料 我拿里面的一些木材 我做了什么房领啊 做了房坨啊 我都盖了房了 这不就是领用原材料吗 对吧 好 借再建工程带谁呀 带原材料 如果说领用了资产的商品 比方说咱们企业是做水泥的 我本身就是做水泥的 我自己要盖个厂房 我还出去买水泥 我就不买水泥了 我就用我们自己家生产的那个水泥 怎么做呀 借再建工程带谁呀 咱们生产出来的水泥 不是库存商品吗 对吧 这时候带库存商品 你看你花的所有的钱 你耗费的所有的料 全都往再建工程里面扔 他知道吗 再建工程就是一个框 全都在这归笼 归堆归集 等什么时候 等完工的时候 等达到预定可选状态的时候 把这一堆在建工程都转到固定资产 其实也没多麻烦 也没多麻烦 好 如果说这个过程中 这个动用了自己的员工了 你动用自己的员工 你也得能够开工资吧 那叫什么呀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是个负债 负债增加 他不在贷房吗 贷应付职工薪酬 往借房走谁呀 还往在建工程里面扔 如果说你耗费了 补助生产部门的劳务 什么叫补助生产部门 什么供水 供电 供气 供热 这些部门 你耗费了人家的这个成本 那么他们所产生的成本 当时不都寄到生产成本里面了 所以说贷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是个成本类的科目 成本类的科目 那么借房走谁呢 借房还是在建工程 全都往在建工程里面扔 好 如果说盖房子的过程中 你找银行借款了 那么借款就会产生利息 对吧 这个利息其实就是我们会计里面所说的 什么要借款费用里面的一部分 如果说这个借款费用 满足了资本化的条件 这个利息 你也给往在建工程里面放 借在建工程 带长期借款或应付利息 那么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说你找银行借的息 或者说你发的债券 是这种分期付息的 就是每年我都给人家打一次息 分期付息 对不对 那你代方用应付利息 这个附费科目 如果说你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 我找银行借了五年贷款 前四年不给银行息 也不给银行本 到第五年根底上 把本还进去 然后五年的息也都给银行 如果说你是这种情况 那你就贷长期借款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考试如果说没有特别指出 你用这两个哪个科目都行 因为我们后边有一道例题 它写的也不是特明确 所以说如果说考试的时候 在这两个科目上 不会跟你在这纠结 不会在这纠结 好 这是借款费用 达到预定科审状态了 这个工程完工了 这个厂房盖完了 怎么办 再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把前面的所有的再建工程 你都给我归墩下一块 有多少 然后代方再建工程 以后面写多少 那么转谁身上 当然是转到固定资产身上 借固定资产 这个点一定是达到预定科审状态 就是我们所说的能用那个点 才做这一笔分路 不能用之前 这笔分路不能做 好 这是自营方式的相应的一大套分路 这分路有点多 所以说回去之后 对照着咱们的例题 对照着咱们的讲义 把这个分路在脑子里 好好过几遍 好好过几遍 来 我们来接着看一道题 这种题 你就给拿提代 环球公司根据自营方式 建造仓库 仓库不是自己用的吗 对吧 发生了下列的经济业务 编制快捷分路如下 教材上那道例题 在第二步 我记得是第二步 他认数有错 他认数有错 教材有错 所以说这道例题 你按照我 讲义里面的 我讲义里面是正确的 购入工程用材料一批 价款20万 增值税26000元 一共给人家了22万6 用银行存款支付 材料入库 咱们刚才说过 如果说题中不特别指出 那么都假设 这个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也就是都假设 这个增值税 金项税都可以去扣 好 那么这时候 这些材料叫什么 叫工程物资 借工程物资20万元 因为 金项税可抵扣 对吧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金项税额26000 都用银行存款 付清 贷银行存款 22万6 那么第二步 干嘛要领用工程用材料 不就是你买的这批材料吗 被领用了 被领用了怎么办 咱们刚才说的 全往载件工程里面 所花费的所有的金额 最后都在载件工程里面 借在建工程 20万 贷工程物资 20万 好 这个盖仓库的过程中 发生了职工薪酬 11400 借在建工程 114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11400 还是往在建工程里面扔 好 接着往后看 用银行存款支付自营工程 应付单的其他支出 也没说是什么支出 咱们刚才不说了吗 建设期间的所有支出 你都往载件工程里面归 借载件工程 3万 他不说入银行存款支付吗 那不就是贷银行存款 3万吗 总之都在载件工程上归 第五步 自营工程应于资本化的 长期借款利息 这不就是说的借款 费用资本化的问题吗 那么好了 他说的是长期借款利息 那你就贷长期借款 就完了啊 贷长期借款9000 借在线工程9000 他这道题假设的是什么呢 假设咱们找银行借的这笔款项 是一个一次性到期的时候 荒本付息的这种借款 不是分期的啊 你如果是分期的 就给贷应付利息了 其实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在这个地方给你扣分啊 你写谁应该都无所谓 都没事啊 好 那么工程交付的时候 那不就是工程完工了吗 该干嘛呀 该转雇了 借固定资产 带在建工程 那这在建工程 那个数是多少呢 你前面这几步 只要有在建工程 那个借房金额都往里面加 咱们在建工程一开始 不产生了一个20万的工程物资吗 11400的这个人员工资 对吧 3万块钱的其他费用 还有9000块钱的利息 这些金额 咱们不都给人家归到在建工程 那个框里面了吗 所以说在建工程的借房 一共发生了多少 25万0400块钱 那么好了 25万0400块钱 在完工的时候 全给我转到固定资产 这些人 借固定资产 带在建工程 25万0400 这就是什么呀 自营方式 自己盖 这个畅方 自己盖仓库 它的全套分路 以及一道联系题 这道联系题书上的列有错 所以说大家按我的讲义去走 好 这一部分 这道立题 有问题吗 没问题 给我敲个1 我打一个OK 咱们就过 好 没问题 没问题是最好 咱们继续啊 第二种方式 出包方式 不是自己盖了 我把这个活呀 外包出去 找一个建筑公司 找一个包工队 我把这个盖仓库的活 盖厂房的活 包给人家 那么这时候 你就没什么了 没有采购物资了吧 你也用不着付工人工资了 你把这个钱都给人家 包工队 都给人家建筑单位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建筑单位啊 这个施工方 他会找你要一个预付款 百分之多少的都有啊 好 预付工程款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分路呢 贷银行存款 你看 肯定可以给人家银行存款呀 对吧 贷银行存款 借预付账款 这个预付账款 就是我们所说的 往来科目里面的一个啊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资产 预付账款呢 我提前给你的 这不就是个定金吗 这个定金 以后我能收回你 对我的一个劳务 对不对 所以说它是个资产 资产增加在借方 借预付账款 代银行存款 如果说这个过程中 咱们找银行借款了 那会产生一个借款费用 那主要的就是那个利息 但不全部是利息啊 还有其他的这个内容啊 最主要的是利息 那么这个利息 如果说满足资本化条件 怎么说 借在线工程 代长期借款 或者说是应付利息啊 那么工程完工的时候 你给人结算整个的工程款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借在建工程 借在建工程 你注意啊 工程完工 结算工程款的时候 还不动用固定资产 还动用的是在建工程啊 孩子为啥呢 因为这时候 你还要付人一叉价呢 因为一开始 你就是给人一个预付款 你放心 预付款不可能付百分之百 肯定就是 哎 百分之十啊 哎 或百分之二十 哎 这么一个百分比啊 那么剩下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 你还可以给人家付清 对不对 好 贷谁啊 贷银行存款 这不就是那个差额的部分吗 哎 剩下那百分之八十九十 贷银行存款 你当初有一个预付款 对不对 预付款的部分就不用再付了 那么干嘛 要把这个预付账款清掉 把这个预付账款清了 因为你只付百分之八十和九十的部分 那么这个预付账款这一部分就抵账了 就没有了啊 就把它清掉 如果说哎 对方给你开票 那肯定会给你开票啊 肯定会开票 那会产生一个进向税 这个进向税也是可以抵扣的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借谁啊 借再建工程 一定注意啊 结算工程款的时候 还不动用固定资产 还动用再建工程 然后等这个工程款结算完了 把前面那个资本化的费用啊 还有其他的杂项费用啊 一起转到谁身上啊 转到固定资产身上 借固定资产再建工程 统一的做这一步啊 统一的做这一步 这是我们所说的出包方式啊 就是把这个活包给其他的建筑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帮工队 不自己干啊 这是出包方式的分路 教材上呢 也有一道黑套的例题 但什么样的例题呢 太简单了 我觉得用不着跟大家说 我们前面学过的自营方式 再看这个出包方式 很简单啊 很简单啊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下面的两种大方式 和他们的两套分路啊 回去之后 一定好好地看一下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 固定资产的折旧 折旧 我们先不看定义 先举一个例子 咱们说一下折旧的实质啊 咱们就去想你们家里的车啊 你们家里的车 随着使用年限的延长 它的价值是不是越来越低 这肯定的 我的车有磨损 在二手车市场就卖不下价了 随着你使用时间越长 它的价值会越来越低 这是什么呀 这是这辆车的经济实质 经济实质就是随着时间延长 使用寿命这个越来越短 然后价值变损 那么我们的会计是干嘛 我们会计是用账务来反应进入实质 所以说我们在账上也要表现出来 一个资产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 价值逐渐减少 这么一个数上的表现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做集体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 你看这是时间横轴 按照确定的方法 方法一共有四种对应济折旧额进行的系统分摊 这个分摊的过程就叫做折旧 那么好了 这个应济折旧额说的是什么呢 来看这个公式 应济折旧额等于这个固定资产的原价 你原来买他时候的金额原价 减去预计净残值 预计净残值是什么 还拿咱们的这个车来看地方 他们车要报废的时候 现在报废的时候 是不是国家给你一笔补贴 几千块钱对吧 那笔补贴 你是在车寿命终结的时候 能收回来的 能收回来的钱 他就没有被磨嘴掉 所以说预计净残值不参与折旧 参与折旧随着使用寿命延长 被逐渐磨损掉的 叫什么呀 叫原价减去预计净残值 剩下的那一部分 好 这个好理解 如果说你的车发生过泡水 泡水了 那一下价格就会降下来 你卖这个车就卖不上价了 那么这时候 你发生的泡水的这个行为 是折旧产生的吗 是你慢慢使用造成的吗 不是 是因为一次泡水的减值行为造成的 所以说 如果说这个固定资产 发生过减值 以减值的 以计题的减值准备的部分 他也不参与折旧 为什么 他一次性就通过减值 从他的账面价值里面 一次性就减走了 而不是通过每月计题折旧 慢慢磨掉的 所以说我们的央计题折旧额是什么 原价减去预计净残值 再减去以计题的减值准备剩下的那一部分 然后再干嘛呀 在他的使用寿命内分摊 用什么方法分摊 一共四种 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下这四种分摊方法 好 在说分摊方法之前 我们要说一下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 也就是说 谁折旧啊 谁不折旧 对不对 好 我们先从时间角度上来说啊 先从时间角度上看 那么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折旧 或者说是到什么时点不折旧 说的是一个时间横走啊 是来看那句话啊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提折旧 从下月起 机体折旧 比方说 我一月份买的固定资产 我一月提折旧吗 一月不提 我从什么时候提 二月份开始提 好 这叫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 那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把这固定资产卖掉了 当月扔提折旧 从下个月起 不再提折旧了 这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啊 我五月份把一台机器卖掉了 五月份还提折旧吗 还提 从什么时候不提了 从六月份开始就不提了 这说的是什么角度的事啊 时间维度的事 对吧 好 这应该没问题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 对吧 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 当月减少 当月照提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正好相反 这两个正好粘着 好 这是时间角度 说完时间角度了 我们再从空间角度上看一下 谁提 谁不提 原则上啊 原则上企业应该对所有的固定资产集体折旧 但是除了以下这四个极其特殊的 第一个特殊的是谁 以提族折旧 仍然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这个以提族折旧 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给大家看的 就是公司英纪提折旧额 英纪的折旧额 你都提干净了 这个固定资产就剩下那个预计净残值了 这个预计净残值等他寿命终结的时候 你又能收得回来 所以说他还有折旧可提 他没东西可提了 虽然说他账面上没东西可提了 但是这个东西我还能用 中国人一直就是非常简朴 只要东西还能用 一般情况下企业都不扔 对吧 怎么办呢 那你继续用好了 你继续用 但是没法提折旧了 为啥折旧都提光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以提族折旧 扔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他没得提了 好 这是第一种不提的 第二种 按规定单独作驾 作为固定资产路上的土地 大家都熟 对吧 这个土地使用权 按照现在应该分类为什么资产 应该分类为无形资产 但是在我们建国早期的时候 五几年六几年 那时候公司合营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老的企业 他们拿到了国家分给他们的土地 但是呢 他们就把这些土地没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那些老会计就把他们作为了什么呀 固定资产入账了 这一部分 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一部分 我们也不提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越来越延伸了 这一部分的企业 好多也都不存在了 所以说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一个逐渐消耗历史遗留问题的过程 它已经不会再出现新增的情况 好 这是极特殊的一种情况 第三 处于更新改造过程中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应将它的账面价值转到再建工程 也不再继续得救了 好 我们对一个机器进行更新改造 比方说有一辆汽车 我们把它的老发动机抠出来了 现在换上了一个新的发动机 这叫更新改造 这个换发动机的过程中 它不能在固定资产这个科目里 继续核算了 我们要把它从固定资产 给它转到再建工程 等这个更新改造阶段完成了 再从再建工程转回固定资产 有这么一个过程 它处在再建工程这个科目下面的时候 不再继续折救 为啥 其实也好一点 你都叫再建工程了 你都不叫固定资产了 我还对你提啥折救 我只对叫固定资产的这一批资产才提折救 你现在叫再建工程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它也不再提折救了 好 还有第四个 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不需要再补提折救了 没有提足折救的净损失 进入了营业外支出 比方说我们有一辆车 原来打算是能用五年 按五年提折救 可是前一段时间撞了 用了第三年的时候 这辆车就撞了 撞完以后 这辆车已经不能再用了 提前就报废了 但是它还有两年的折救 没提干净 可是这辆车已经用不了了 我们前面说过资产要符合什么定义啊 你资产要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对不对 好了 我这车都已经撞坏了 它带不来经济利益了 你都别说做固定资产 它做资产的资格都没有了 你要从资产你给它扔出去 那怎么办呢 这两年折救还没提干净呢 账面上还有两年的钱 这两年也不再补提了 一次性的把这两年的钱 挂到哪里去 转到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是我们之前所说过的什么呀 什么呀损失我们不是说过一个利得和损失吗 这营业外支出就是损失 它影响了利润不好 它使利润减少 这四个特殊情况 这哥四个不提折救 除了这哥四个 除了这四种特殊的情况 其他的固定资产都要去提折救 好 那么有一点需要让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刚才说的是 不提的特殊情况 还有一种提折救的特殊情况 是什么呢 是因为大修而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他在大修期间 还应当照样的去提折救 很多同学呀 搞不清这个大修和更新改造 二者之间的区别 更新改造不提折救 大修提折救 那么大修和更新改造有啥区别呢 你这个大修他再大修 他也不是更新和改造 什么叫更新 咱们刚才说了 把老件抠出来换上新件 这叫更新 什么叫改造 改造一定是往上面加东西 比方说我二楼上面起的三楼 起的那个三楼就叫改造 但是你这个大修呢 他是修修补补 他一般情况下 不涉及到往这个资产里面添大的花费 可能会添一点小的耗材呀 但是不会往里面添大的花费 你像那个更新改发动机 对吧 把老发动机抠出来 往里装上一个新发动机 发动机可是车里面最贵的一个屋子 你二楼上面起三楼 这花的钱都扯去了 所以说这个大修 他再大也不是更新改造 一定掌握好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分寸 更新改造停止折旧 大修继续折旧 这说的是从空间角度上来说 好 说完了这个时间角度和空间角度 我们就要提到什么呀 四种折旧的方法 这是重要的内容 而且会设计到计算 那么企业我有四种折旧方法 年限平均法 工作量法 双倍预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那么这四种方法 我是想用谁就用谁吗 不是 你要看你固定资产的什么呀 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 或者说叫什么呀 这个固定资产的 他的消耗方式来选择跟他配套的什么呀 折旧方法 比方说啊 打个比方说 我们这个企业啊 一天就工作八小时 没有加班 也没有赶工的情况 就是每天平均磨损八小时啊 那你说我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用哪种折旧方法 最合适呢 可能用年限平均法 也就是说直线法最合适 因为你是一个平均磨损吗 对吧 我这个折旧方法 又要和固定资产的磨损方式 消耗方式有关系 那么你用年限平均法最合适 好 接着听啊 如果说我们从 一个公司买了一台设备 人家卖设备的时候 就跟我们说过 你这台设备最多生产 一万件产品 生产到一万件产品的时候 这台设备它准坏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选择哪种方法 选择谁呀 选择工作量吧 为什么呀 我设备的使用寿命 和工作量有关 我生产到一万件产品 这台设备就坏了 我生产了五千件产品的 这设备就换一半 对不对 所以说它和工作量管够 那你用工作量吧 就有关 那比方说我们企业是生产这种高科技产品的 高科技产品最大的一个缺点吧 我们不能说它是这个 这个这个是不好的啊 我们说它是一个短短 高科技产品啊 容易过时 你就想我们原来的这个按键手机 按键手机后来就被我们的平板的这种智能手机所取代了 那么你说生产按键手机的那条生产线 是不是也就不值钱了 没错 当年诺基亚呀 那条大的生产线的卖的时候 基本上来说就是按照废铁去卖的 基本上你这个产品一旦过时 生产它的这条生产线铁定也不值钱了 那你说这种情况 你的折旧怎么办 你就要生产线的折旧 你就要选择加速折旧法 什么叫加速折旧法 前那折旧多 后边折旧少 换句话说就是赶紧把它的折旧都提完 因为指不定那天这个产品线就废掉了 你要用加速折旧法 谁是加速折旧法呢 双倍余额递检法和年数总合法是加速折旧法 前几年折旧多 越到后边折旧越少 所以说你选择折旧方法的时候 可不是下决 一定要和经济利益实现方式相划钩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到被审计商店去审计的时候 你不要上来就算他这个折旧数对不对 你先看什么呢 你先看他折旧方法选的对不对 他如果从根上折旧方法都选错了 他后边算的数 数学算的再准 他也是不对的 所以说这都是我们会计和审计相关的一些内容 但是因为课时有限 没法在这给大家展开的更多 像我们原来做审计的时候 这些内容都是在做审计计划的时候 你就要提前全判都考虑进去 好我们先来说谁呀 先来说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有的教材里面也叫做直线法 什么叫直线 每一期每一个月每一年你的折旧金额都是相当平均 对吧 好我们看公式 年折旧额等于原价减去预计净残值 如果说给你的预计净残值是一个具体数 你就用原价减去预计净残值 然后除以什么呀 始终年限 这算出来的不就是每年的折旧额吗 如果说给你的预计净残值不是一个具体数 是一个百分比 给你的叫做预计净残值率 那你就要用下面这个公式了 原价乘以一减去预计净残值率 然后除以预计净残值率等于什么呢 预计净残值率等于预计净残值除以固定资产的原价 其实这个第二这个公式二啊 它无非不就是公式一数学变形出来的吗 你把这原价提取出来 对不对 这原价是不是就还甩了个一吗 你这个原价除原价 然后预计净残值率 不也是预计净残值除以固定资产的原价吗 这不就是一个初中的一个数学公式的一个变形吗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啊 给具体数用公式一 给这个预计净残值率套公式二去啊 还有的时候有的题 直接给你年折旧率 你看这是最少事的了 你直接用年折旧率乘以原价 那就是每年算出来的折旧金额 这年折旧率又等于什么呢 其实公式二和公式三 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年折旧率公式是啥了 年折旧率就是一减去预计净残值率除以预计使用模型 他们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你就看考试的时候给你某个数啊 所以说这个这个仨公式哎 你还都给给我挥算啊 这仨公式是等价的啊 是等价的 那么刚才算出来的是年折旧额 如果让你算月折旧额怎么办呢 你年折旧额除以十二嘛 一年不就是二个月吗 你除十二个月 因为我们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月去提折旧额 很少有企业按年提折旧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按月提折旧 所以说考试的时候更多的也是考你月折旧额的计算啊 好我们来看一道题吧 非常简单啊 甲公司有这么一幢厂房 原价为一千万元 预计可使用二十年 预计报废的时候净残值率为百分之五 哎你看给你一个百分之一 对吧 采用年限平均法 要求计算该厂房的年折旧额和月折旧额 你有套公式吗 对吧 原因他给了你一个预计净残值率 对不对 你怎么做呀 原价乘以一减百分之五 这算出来的是什么呀 参与折旧的部分 预计净残值不是不参与折旧吗 你一减百分之五 剩下的这百分之五 不都参与折旧吗 好 然后十多少年 十二十年 你再处理二十算出来的是年折旧额 一年折旧多少 四十七万五 月折旧额怎么算 四十七万五数以十 算出来的数 哎 三九五八三点三三 考试的时候一般情况下 会给你一个整数 一般情况下不会在这种小数 这是年限平均法 也叫做直线法 最简单的 但是最简单的 你这三公式也得给我回算 那么再来看第二个 工作量法 那工作量法不就是折旧和你这个每单位工作量 它挂着钩吗 好 那么每单位工作量折旧 咱们刚才不举个例子吗 我们这个生产线就能生产一万件产品 那每件产品不就是每单位工作量吗 每件产品所对应的折旧额不就是每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吗 好 怎么算 固定资产原值乘以一减去预计增产值率 除以预计总工作量 我们这道题 打比方说给你一万件 你这个分我不就除一万吗 你算出来的这数是啥呀 是每生产一件产品对机器所造成的磨损这个折旧金额 那你当月的折旧额怎么算 你看你当月生产多少钱 你刚才算出来了这个单位折旧额 然后再乘你你这个月的工作量 你这个月工作量 比方说你生产一百件 你不就一百件乘你刚才的这个单位折旧额吗 但就是你这一个月的折旧额 这种方法很简单 很简单 来我们来看那题 假公司的一台机器设备原价是一百万 预计生产产品产量为两万件 就生产了两万件 这机器设备就坏 预计净产值率为百分之五 最后那百分之五 我卖费钱 我能卖回来 所以说这百分之五不参与折旧 那么本月生产产品一千件 我们用工作量法去折旧 让你算这台机器本月的折旧 怎么算呀 你先算单位工作量折旧额 也就是说生产一件产品 我折旧多少 一百万乘以一减百分之五 然后除以谁呀 除以两万家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万件 每生产一件产品产生的折旧额是47块五毛 那么这个月你生产几件 一千件 那么是多少 四十七块五 乘以一千件 本月折旧额是四万七千五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很简单 好 前两种方法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直线法和工作量法 这两种方法能理解吗 没问题是吧 好的 没问题 那咱们说后两种方法了 后两种方法可是加速所用法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谁呀 先来说第一个双倍余额递检法 双倍余额递检法呀 有点特殊啊 首先来说你要把你这个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给我分成两段 第一段 第一段 是什么呀 最后两年以外的部分 第二段 是什么呀 是最后两年 比方说啊 咱们这固定资产能使用八年 那你要分两段来考虑 第一段 是第一年 是第六年 对吧 好 第二段呢 是第七年和第八年 那如果说我这个固定资产能使用十五年呢 那么第一段 是第一年到第十三年 第二段 是第十四年和第十五年 为什么要分成两段呢 每一段的处理方法它不一样啊 来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 它怎么出 你在第一段的时候 也就是说第一年 是第六年 第一年到第十三年 这一段啊 你不考虑固定资产的净残值 在不考虑固定资产的净残值的情况下 根据每期期出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 为什么分成两段 第一段期间 不考虑净残值 最后两年 最后两年的时候才考虑净残值啊 我们来看第一段每年的折旧都搞算啊 双倍余额双倍余额吗 它就体现在了双倍折旧率的这个折旧率上 那么双倍折旧率公式是啥 2除以预计使用年限 比方说我这个使用年限是15年 那么双倍的折旧率就是2除以15 15分之2 如果说是10年呢 就是10分之2 啊 好 那么每年的年折旧额等于什么呢 期出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你每一年年初固定资产的净值 是多少 用这个净值乘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双倍折旧率 那么净值是怎么算的呢 这个净值啊 是原价减去累计折旧 那第一年的净值就是原价减零 因为第一年呢 之前没有折旧 那是原价减零 那么第二年 它的净值呢 是原价减去第一年的折旧 那第三年呢 那是原价减去第一年的折旧 再减去第二年的折旧 就得出来了什么呀 每年年初的这个净值 你用这个净值乘以双倍的直线折旧率 算出来了就是我们所说的 年折旧额都找对应年限 好 净值 剩下两年里平摊不就除以二吗 那这个账面净值是什么呀 固定资产原价减去最后两年之前 若干年的累计折旧 然后再减去预计净残值 然后你不就最后两年改为直线法吗 除以二 算出每年的平均的一个折旧金额 好 这你看公式看不懂 来我们来看题 这个双倍余额递减法 我不要求你背公式 这种公式没用 你还背一段了 你就直接记这个题 魂球公司某项固定资产原值为六万 预计净残值为三千 预计使用年限为五年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提折旧 好 我们怎么办 先把它分成两段 最后两年是一段 第四年第五年是一段 一二三 这三年是第一段 在第一段的时候 不考虑定参值 在第四年和第五年 第二段的时候 才考虑定参值 首先我们也算一个年浙旧率 年浙旧率怎么算 二除以预计使用年限 二除以这道题 预计使用年限是多少 五 二除以五等于百分之四十 年折旧率是百分之四十 好 这个年折旧率啊 其实说的是第一段的年折旧率 就是前三年的年折旧率啊 好 第一年怎么算 用固定资产的净值乘以这个年折旧率 固定资产的净值等于什么 等于固定资产的原值原价减去累积折旧 这是第一年年初啊 第一年年初提过折旧吗 没提过折旧 也就是说累计折旧的金额是零 那就是六万减零等于六万乘以百分之四十 第一年折旧额是两万四 那么第二年的折旧额呢 原值六万减去谁呀 减去第一年的折旧 两万四再乘以百分之四十 那第三年的折旧额呢 原值六万减去第一年的折旧 再减去第二年的折旧 第二年折旧不是1440 再减去第二年的折旧 再乘以这个年折旧率 8640 这是第一段 一年二年三年 对吧 好 第四年第五年不是第二段吗 第二段我要考虑 那么怎么办 原值减去之前的累积折旧 减去第一年的折旧 再减第二年的折旧 再减第三年的折旧 再减谁呀 预计净残值三千 好了 那么都减完了之后 你不还能使用两年吗 两年除以谁呀 除以二 那么第四年和第五年的折旧 都是4980 也就是说在最后两年的时候 改为了直线 改为了这个 这个平均分摊 好 这道题大家明白了吗 这个双倍余额递减法 我告诉你 考试就考它 就考它和年限平均法 它和那个年数总合法 这道双倍余额递减法这道题 大家能听懂吗 没问题是吧 好的 这道题 一定回去之后好好练一练 你不用去看前面的公式 没用了 越看公式越乱 你就把这道题会做了 那公式自然就印在里面 这种题不要求你被公式 好 第四种 年数总合法 这个年数总合法 你看它的公式和定义 你同样是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所以说我们也不看了 我们不看它的公式和定义 我们直接上题 环球公司某项固定资产原值为6万块钱 预计净残值3000 使用年限是五年 对吧 用年数总合法 提折旧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年数总合说的是啥意思 你不是预计使用年限是五年吗 那么它的年数总合就是五加四加三加二加一等于15 往一块加 那如果是年限是十年怎么办呢 十加九加八加七加六加五加四加三加二加一等于多少 自己去算 好 一般考试的时候不会给你出那么长 一般五年也就差不多了 好 这是个年数总合 把使用年限往一块加 那加完这个数怎么用呢 看着 第一年的折旧额等于什么 第一年的折旧额等于原值6万 减区域基净残值3000 乘以一个15分之五 这个分母的15 就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那个年数总合 分母是算出来的年数总合 算的年数总合就干这个用的 那这分子五说的是什么意思 站在第一年年初 这个固定资产还能十几年 站在第一年年初 这固定资产还能十五年 所以说乘以15分之五 19000 那么第二年呢 6万减3000乘以15分之四 15还是这年数总合 这四是哪来的 站在第二年的年初看 固定资产还能十几年 站在第二年年初看 还能十四年乘以15分之四 以此类推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咱们刚才说了 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合法叫加速折就 什么叫加速折就 前面几年折就多 越到后面折就越少 来你看 第一年 19000 第二年 15000 每年越来越少 好 你再看这个双倍余额递减法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一年 2400 第二年 14400 第三年 8600 第四年 第五年 4000 你看 前面折就多 后面折就少 是这么一个加速 你别以为是前面折就少 后面折就多 它是前面折就多 后面折就少 加速折完了 就完 就赶紧提折就 他想说的 其实是这么一个 加速说的是赶紧提折就 怎么赶紧提 前面赶紧多提 越到后面越少 为了原因是啥 就是因为这种固定资产 风险非常高 随时可能不值钱 所以说加速提光者就 哎呀 盛紧就安心 啊 好 这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和年数总合法 年数总合法的定义和公式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看和备了 没用 看完也是白看啊 好 你把这个提 记住了 会算 就够了啊 好 告诉我年数总合法 是否掌握了 没问题 在工程上给我敲个一 所以说这种题呢 你单倍公式没用 一定得多练啊 多练 多练 好 咱们再来说 这个 折旧的分路 折旧的分路啊 非常好 借一大堆东西 然后带累计折旧 这个累计折旧啊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什么什么减值准备一样 它叫做背底科目 什么叫做背底科目呢 这个科目是另外一个科目的减项 累计折旧是谁的减项 累计折旧是固定资产的减项 也就是说这累计折旧 它的性质是个负值 那么固定资产有一个原值 对不对 好 如果说在个固定资产 在没提过减值准备的情况下 干嘛呀 减去这个累计折旧的金额 就等于你那个资产负债表上面 固定资产那一项应该列的数 所以说这个累计折旧啊 它是固定资产的叛徒 它是它的一个减项啊 和什么减值准备也一样 减值准备不也是某一个资产的减项吗 资产的原值减去那个减值准备 再减去这个累计折旧 它不才是账面价值吗 以后这个账面价值登在资产负债表上 好 代方就是累计折旧啊 那借方是谁呢 你看谁用的 谁用的这固定资产 你这个账往谁伸向寄啊 如果说是生产车间用的 记载制造费用啊 借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是成本类的科目 增加在借方啊 如果说是管理部门用的 或者说是没使用的固定资产 那你记载管理费用呢 那为什么未使用的固定资产 我也忘管理费用里记呢 你为啥不使啊 你不使不就是因为你现在买多了 或买早了吗 你不提前花在冤枉钱吗 那是什么行为产生的 不就是因为你管理不到家产生的吗 所以说往管理费用里放啊 好 如果说是销售部门的呢 比方说销售部门用来跑业务的那个车 对吧 记载销售费用里面去 谁问家用的往谁身上记啊 好 如果说是自行建造固定资产过程中产生的折旧呢 记得在建工程上 这个好像同学不理解 我跟你说一下 这说的是啥意思呢 比方说啊 我们公司自己盖厂房 你自己盖厂房 有可能动用自己的那个 拉土车 对吧 厂房是固定资产呀 你那拉土车也是你们公司的固定资产 你这个拉土车的磨损是为了什么磨损的 不是为了盖厂房磨损的吗 你那个厂房以后是啥呀 以后是固定资产 但是在他没盖完之前 他叫啥呀 他叫在建工程 这就是说的 那个拉土车的折旧 你最终要给我系在厂房身上 因为厂房现在没完工 所以说先系在在建工程身上 这使用一个固定资产去生产 另外一个固定资产 被使用的这固定资产的折旧 要系在那个最终生产的那个固定资 那个资产 他的身上啊 你就去想那个拉土车 生产这个厂房 这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啊 好 如果说是经营租出固定资产 GT的折旧 你系在谁呀 其他业务成本身上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辆车不用了 我不用了这辆车 我把它租出去 我赚租金 我那个租金走哪个科目呢 那个租金走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租金走了其他业务收入的 这个车的折旧往哪里呢 配比原则 也把它记录到其他业务成本身上 总之 谁消耗的 往谁胜上积 就这一个原则 固定资产提折旧 无形资产提攀销 都是这个套路啊 谁消耗的 往谁胜上积啊 好 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好 我们固定资产折旧 说完了 现在是8点18分 我们休息个几分钟 8点25回来吧 咱们8点25回来啊 咱们接着说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啊 好 休息一下啊 8点25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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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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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说第一步 减值嘛 比方说我们这道题里不涉及到减值不就是原价减去折旧呢 原价在哪个科目里核酷呢 在固定资金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累计折旧呢 在累计折旧呢 在累计折旧这个科目里核酷呢 好 怎么做呢 反方向冲掉怎么办 冲掉固定资产的原价 冲掉固定资产持有期间的累计折旧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不就是原价减折旧 不就是账面价值吗 你不就是把这个账面价值转到了在建工程里面去 借在建工程 然后发生了支出 你就看支出的是什么 如果说是钱 就带银行存款 你往里面添的料了 那就带原材料 还往这个在建工程里面放 好 如果说你采购了新的部件 对吧 那你产生了进向税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 单独的放在应交税费这个科目里核酸 等这个在建工程改破建工程完工了 再从在建工程转回到固定资产 借固定资产带在建工程 你看 借方出现了固定资产了吧 是不是增加了固定资产的原值 你固定资产的科目合算的不就是固定资产的原值吗 对 它增加了它的原值 所以说这就叫资本化 这是资本化 和费用化不同 费用化可不增加固定资产原值 你看它的建方都是一些随意的科目 好 一定做好区分 做道题吧 环球公司改建机器设备一台 当你看见这两个关键词的时候 哎 改建那不就改破建吗 你就得知道他妈呀资本化了 对吧 改钱的原值是十万 预计使用年限十年 预计净残值五千 已使用了八年 什么意思 预计使用十年 已使用了八年 还剩几年寿命啊 还剩两年的寿命 那么他采用年限平均法去折旧 你第一步干嘛呀 你是不是给把账面价值 转到在环球场里面去 账面价值等于什么 等于原值卷去折旧 也就是说你给把这八年的折旧 先算出来 好 八年的折旧怎么算呀 十万的原值减去五千的净残值 十除以十 这是每年的 他不使用了八年吗 乘以八 也就是说八年期间一共折旧七万六 那么他的原值是十万 这是已知条件你给的 我就能算出来他的账面价值 对不对 当没有发生减值的时候 这个净值和账面价值是一个数啊 因为这道题没有减值的问题 这个净值和账面价值是一个数啊 十万减去七万六等于两万四 这就是账面价值两万四 我不就是把这两万四转到在建工程里面去吗 借在建工程两万四 带固定资产十万 冲掉固定资产的原值 冲掉固定资产持有期间的累积折旧 七万六二者的差 不就是账面价两万四吗 借在建工程两万四 好 这一步挺简单的 没啥 好 往后走 该向机器设备采用出包方式 就是进行改建 就是不是自己修建 然后让你给包工队他们去修 用银行存款支付改建的工程款三万 然后对方给咱们开了个增值是中用发票 税呢是五千一 也就是说我们给人多少 给人三万五千一 工程完工后 延长使用寿命年限两年 咱们刚才分析了对不对 使用寿命还剩两年 那我现在又延长了两年 变成了几年呀 就变成了这个改建以后的固定资产 还能用四年 预计净残值也发生了变化 从多少 从这个五千涨到了六千 为啥呀 你把它又改建了 以后能多卖出东西来了 预计净残值肯定提高 好那这剩下的工作也好做啊 不就是都往在建工程里面扔吗 对吧 我们一共花了三万五千一 贷银行存款三万五千一 然后呢 这个工程款的部分是三万 借贷银工程三万 那五千一是什么 增值税的进项税 对吧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五千一 那么工程完工以后 我这个新的固定资产价值几何呢 肯定有这么一个三万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你还有原来没提完折旧 剩下的那三万四的账户价呢 所以说你工程完工以后 新固定资产的原价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五万四了 三万加上原来剩下的那三万四啊 借固定资产五万四代代建工程 五万四 然后它的使用年限和净残值是不是都变了 都变了 你还能按照原来的那数 你还能按原来那个数去提折旧吗 不能了 你给用新的数去提折旧 新的原价是多少 分出来了 五万四 新的残值是多少 六千 五万四减六千 新的这固定资产还能用几年呀 还能用四年除以四 也就是说九十十一十二 剩下这四年 每年提折旧 一万二 如果这提问你月折旧呢 你一万二再出十二 最后每月提一千 明白了吗 更新改造以后的固定资产 我们都把它视为一个新的固定资产 这就跟现在外面流行的这个改装车一样 我把老的那个破车的发动机抠下去了 我换了个新发动机 那这辆车它就是辆新车 所以说这种固定资产改建以后的那都是新的固定资产 要有新的原价 新的使用年限 还要有新的残值 用这三新去算新的折旧额 好 这就是改革建 就是资本化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个 第三个事项叫做固定资产的装修 那你一提到固定资产的装修 其实它特指的是谁啊 它特指的是房 对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对房进行装修 那么这个给房做的装修怎么办呢 你单独把那个装修作为一个固定资产 也就是说房是房 装修是装修 两个单算 那你要设置一个固定资产 或者说是代建工程的二级科目 叫做固定资产装修 你单独的核算装修所花的钱 那么这个装修也给提折旧 它提折旧的原则是什么呢 在两次装修期间的间隔期和尚可使用年限里面找一个较短者提折旧 那么什么叫做两次装修的间隔期啊 比方说我今年做一次装修 我预备着预计着四年以后我还要去做一次装修 这是一个书对吧 这就是两次装修的间隔期 间隔四年 还有一个书是什么呢 我这次做完装修了 我就一直往下使 这个装修到彻底坏那一天还能弄多少年 比方说到一直往下使彻底坏 这个装修我还能弄十年 那你折旧用哪个树折呀 你折旧用这个短的这个四年去作为一个折旋的间隔期间 因为你到下一次装修的时候 老装修那个瓷砖都给砸了 墙皮都给抢了 地址都给叠了 老装修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你要从这俩树呢 找一个短的树 好 那么如果说到下次装修的时候 这个老装修还有上面架怎么办 你把那瓷砖都砸了 墙皮都缠了 那些东西不就浪费了吗 不就没有使用价值了吗 那么那个金额其实也就应该被注销掉了 注销掉进入哪里啊 进入到了有业外支出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损失吗 其实这和我们之前前面谁说的比较相似呀 这不就是提前报废吗 对吧 这不就是这个装修提前报废 导致了他报废的时候 还有上面价值没提干净吗 我们刚才所说的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不补提了 然后那个账面价值 一次性的都进入到营业外支出力 影响了损益 减少了当期的紧利润 你看前后动了 这件事啊 这是固定资产的修理 固定资产的改扩建 固定资产的装修 固定资产的改扩建 最重要啊 容易处理啊 这个修理和装修啊 实在没什么可靠的 你注意那个改扩建啊 好 这是第五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说 第六个内容 固定资产的减值 固定资产的减值 其实是在资产减值准则里面去进行的规范 并不是在固定资产准则里面进行的规范 所以说这一部分 它其实是揉着写了啊 来我们来看一张图 你就知道固定资产减值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样子 固定资产的减值 是在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之间去比大小 如果说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 账面价值是什么样 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固定资产的折旧 如果说有减值准备再把减值减掉 都减完之后叫做账面价 你拿这个账面价和那个可收回金额去比 如果说账面价高于了可收回金额 这一部分不就是收不回来的部分吗 你收不回来的部分不就是减值的部分吗 好现在这个问题应该问题不大 关键问题出现在哪了 出现在这个可收回金额 我怎么去算 可收回金额是两个值里面的较高者 每两个值呢 公允建压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盒 和这个固定资产持续使用 带来的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这两个里面找一个较高者 咱们先来说这个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这有一辆车 公允价值说的是啥 这辆车在二手车市场上能卖出来的钱 减去处置费用呢 你处置的时候需要花的税 需要花的费 二者相减 这就是一个净额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这个东西我不用了 能卖回来多少钱 对吧 好 那么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的是我资产持续使用还能赚回来多少钱 比方说我这资产持续使用还能用三年 第一年是不是赚回来一笔钱呀 A1 第二年赚来一笔钱 A2 第三年又赚来一笔钱 A3对不对 好 这A1A2和A3是单独相加吗 不是 先干嘛呀 先折线 折线到现在这个零食点上 A1折线 A2折线 A3 也折线 把他们三个的限制都折回来 折回来以后 把仨限制往一块加 这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我持续使用 持续用的情况下 他能给我带来的价值 公允价值间处置费用后的净罗是不用了 我现在就把它卖能卖回来的钱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是持续使用能赚回来的钱 只不过这赚回来的钱你要折线 折完线要相加 然后在这俩数里面找一个脚高的 有同学总闹不明白老师他为啥要找一个脚高的 咱们前面不老说这个谨慎性 你应该长得小低的 好这里他用了一个什么原则呢 他叫做一个正常人的正常思维所做出的正常判断 你听我给你讲这个例子啊 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辆车 这辆车现在我把它卖出去 能拿回来这个净额有十万 如果说我用这辆车继续跑运输 咱们是运输公司继续跑运输 能给企业能继续跑三年 跑三年折线回来的钱加在一起 好有十五万 同志们你告诉我 那我现在是把这辆车卖了合适啊 还是不是卖我继续用合适呢 同志们你告诉我这两种哪种合适 是卖了合适 还是我继续跑运输合适 同志们告诉我啊 你说如果你们做选择 你们你们会会选哪种 继续跑运输 我继续用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人能做出一个的正常判断 所以说为啥要找这个较高值呢 哎 因为一般人都会去想什么呢 我卖了的不合适 我现在卖他干啥呢 我继续用呗 所以说什么呢 可收回金额是二者中的较高者 因为较高者最合适 所有人都会去做出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断 所以说他不会选择去买 好 那么这时候可收回金额就是15万了 你用这个15万和账面价值去比 比方说这辆车的账面价值现在是20万 怎么办 发生了5万的减值 也就是说另外的5万 20大于15的部分 没有办法被收回了 没有办法通过继续使用 或者通过出售被收回了 那一部分不就减值了吗 好怎么做分路啊 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多少 5万 你看这个5万也是什么额呀 它也是这一次简直所带来新的发生额 所以说我们这个分路后边写的数都是发生 好 我觉得这个例子讲完之后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 没问题吧 这个例子没问题吧 总原则应该是没问题啊 好 如果说没问题我们继续往下说啊 我们刚才说了 可收回金额是在公允价值间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持续使用的带来的未来现金流折现值里面找一个脚大的 那你就剩下的问题就是去确定谁大了对吧 好我们先来说这个公允价值的确定 公允价值 最优选择你应该选择什么呀 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下费 咱们刚才不是说卖车吗 好如果说我们和一个人签了个买卖合同 那么这个买卖合同里面的那个金额就是最好的公允价值 为啥都签合同了以后肯定他把那个数给我 好如果说没有买卖合同我这时候先没还还没找到确定的买家了怎么办 那你就去找活跃市场中的市场报价 比方说二手车交易市场里面那些车贩子的他的报价 我把那些报价拿回来之后综合平均一下作为公允价值 如果说你都找不到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 比方说我卖的是一个特种机器 特种机器全世界也没几家人用 那怎么办呢 找不着这个特种机器的二手交易市场 那你就找一个可获取的最佳信息 那这个可获取的最佳信息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判断去 反正就是你实在没辙了 你找一个数也要给我作为他的一个公允价值 好如果说你说我连这个最兜底的可获取的其他的最佳信息 我都找不到怎么办 我就死活找不着这个公允价了 也没有合同 也没有二手车交易市场 甚至连收购乱的都不收的东西 我都找不到这个公允价 那怎么办 那也就是说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面的这个净额 你得不到 那既然你得不到这个净额 那你就别去求他了 你只能够把这个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也就是说那个持续使用带来的那个价值作为可收费金额 因为我公允价值涨不到 所以说就没有他了 我只能用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作为可收费金额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 好 咱们刚才说过 如果说资产发生了减值怎么办 你那个减值的部分还要从账面价值里面给我提取出去 对吧 固定资产减值以后 以后的折旧按照新的账面价值重新计算 比方说原价10万 折旧5万 这一次发生了3万的减值 好 那么以后我提折旧的基础是多少 10减5减3 2万 拿2万作为减值以后的新的资产的折旧基础 因为资产一旦发生减值 就和资产改扩建一样 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资产 不单单减值以后这个金额原价发生的变化 就连预计减残值和预计的使用寿命都要重新估计 因为它发生了减值了 你原来估计那个使用寿命很可能估计长了 你要重新估计一下 你原来估计那个预计减残值可能估计高了 看看是不是现在需要往来调整 你就把它视为一个新的资产来看待 好 而且固定资产的这个减值一旦发生了 以后期间不得可问 咱们原来讲的那个存货 减值发生了价格回升以后 减值能转回 对不对 但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这种长期资产一旦发生减值 就不得转回了 为什么 它怕你通过这种方法调节利润 因为你一旦转回的时候 你代方是不是给带一个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损一类科目 损一类科目在代方会增加档期净利润 如果说这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很可能通过这种减值的来回来 去叨动的转回和计题 调节每一期的利润 这都是让这个报表不公平的表现 所以说这些长期资产 一旦减值以后 是不允许你转回的 存货能转 好 来我们看到题 环球公司20某年12月31号购入一台机器设备 那么20某年12月31号购入的 从什么时候提折旧 从某一年的1月1日提折旧 是吧 当月增加当月不提 原值是20万 预计净残值是8000 预计的使用年限是5年 用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20某三年12月31号的时候 这提了几年折旧了 某一一年 某二一年 某三一年 这提了三年折旧了 该机器发生了限制 公允价值减处置 费用后边的那个净额是7万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是8万 同志们你告诉我 可变现可收回金额是多少 根据这条题这个书 你告诉我可收回金额是多少 这条题的可收回金额是多少 没错 是8万 因为我要在这个限制和那个 金额里面找个高的 是吧 所以说7万这数没用 没用 集体的减值准备以后 该机器的剩余使用年限不变 但预计净残值发生了变化了 预计净残值变成了2000 这就是老师刚才跟你说的 一旦发生减值 就和弄一个新的固定资产一样 你要重新估计净残值 重新估计剩余的使用年限 好 那么相关的快捷处理 咱们往下看一下吧 咱们刚才说了 从某一年的1月1号开始提 提到某三年 正好提了几年折旧 提了三年折旧 对吧 好 20万减8000 这是应计提折旧额 原来是预计使用五年除以五 每年提38400 一共提了三年 38400乘以3 这是三年的累计折旧 十一万五千二 那么 站在某三年12月31号 减值钱的这个点上来说 这不应资产账面价还剩多少呢 原价减去累计折旧 还剩8万4千8 这是减值以前的账面价啊 是8万4千8 从这天以后不就发生减值了吗 而且你还知道了可收回金额是8万 那么减值了多少钱呀 不就是减值钱的8万4千8 和减值以后的8万 之间的这个差价吗 减值了多少 减值了4千8 对吧 8万4千8减8万 一共减值了4千8 这是这一期新发生的 所以说怎么做分落 借资产减值损失 再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4千8 损益类的科目 资产减值损失 使利润减少在现方 对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是固定资产的背底科目 它使固定资产的原价变得越来越少 它是个叛徒 对吧 他在带房 带固定资产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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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上完这一通之后 他的新的账面价变成了多少 新的账面价就变成了他完了 减值以后 新的账面价就变成了可收回 好 然后 你从某四年开始 你要按照新的使用年限 还有新的预计减残值 按照一个新的固定资产来对待它 重新计算的计则就额 那么新的原价变成了8万 新的预计减残值是2000 减2000 除以什么要 12乘以2 为什么 该机器减值以后的剩余使用年限不变 你原来不是使用预计五年吗 已经使用了三年 那么还剩两年 那么剩余使用年限不变 不就是还能使用两年吗 对吧 除以2 然后人家是让你算的月折就额 对吧 还给除以一个12 所以说 其实就是在剩下的24个月之内分 对吧 每个月分多少 每个月分3250 这是新的月折就额 这是新的月折就额 好 这道题讲完了以后 同志们能否明白 没问题 给我敲个一 好 那咱们继续说 这一部分能挺多的 咱们说固定资产的处置 固定资产的处置 其实是一个广义的大范围 这个处置包括什么呢 包括出售转让 就是卖了 对吧 还包括回损报废 坏了不用了 还包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什么呢 比方说我有一辆车 这车我也不想要了 我拿我这个车去换了别人家的一台机器 那你说我不就是要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这个过程中 我拿我的车换它的机器 谁也没掏钱 对不对 车和机器都是非货币性的 这叫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这也是固定资产处置的一种方式 还有什么呢 债务充足 比方说我欠人家钱 但是现在我还不上 我正好有辆车我也不要了 我拿我的车顶账 这叫做债务充足 这是固定资产处置的广义范围 但是我们这本教材里 他说的不是广义的概念 他说的是一个狭义的固定资产处置 他指的是谁呢 固定资产的出售转让 而且是出售转让里面 没划分为吃有代售的那一部分 吃有代售这一部分 他也没讲 也不再给大家补充了 要不补的东西太多了 还有谁啊 还有回损报废 我们教材里所说的处置 说的是出售转让里 没划分为吃有代售的部分 还有报废回损这一部分 其他的没提 其他的没提 好 那我们就分别看一下 他们的分度怎么处理 第一步是干嘛呀 那么处置的时候 这固定资产就没了 固定资产就不存在了 固定资产这个科目 也就干嘛 要消掉它 原值都不存在了 对吧 你要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 转入固定资产 清理 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这个科目也是一个典型的过渡类科目 他就是为了要在这个处置的过程中 衔接接待方 等处置的这个活动完成之后 固定资产清理这科目余额是零 一定要把它给我怼停了 好 第一步是吗 账面价值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那怎么做呀 你无非不就是去算下账面价值呗 账面价值等于原价减去折旧 减去发生的减值准备 那无非不就是充原值 充折旧 充减值 都充了之后不就生了个账面价值吗 好 借固定资产清理 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渡类科目 一会你看啊 拿一道题一看就发现 它最后的余额为零 借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你发生的清理费 这个清理费 也往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 去扔 它就是个框 借固定资产清理 带银行存款 比方说大型机器设备 你铲那个底座 你又要铲一些日子 你都得花钱啊 带银行存款 如果说里面有残料 那么回收的残料 或者把这个收回来的这些残料 你给它卖破烂了 那么得到的这个收入 还要做如下分路 如果说你把这个残料卖破烂了 变成钱了 那就借银行存款 如果说你把这个残料收回来以后继续用 那就是又拿到了原材料 就借原材料啊 好 然后带谁呢 带固定资产清理 你不就是从这个固定资产这一堆里面 又抠回来一部分金额吗 好 你又抠回来一部分金额 你还从固定资产里面拿 你从哪一方拿 你从贷方拿 你这个处置的过程中花的钱 都往固定资产清理里面借方走 你从他身上抠回来的钱 你都从他的贷方往回抠啊 因为固定资产清理 他是一个资产性质的科目 资产增加在借方 减少在贷方 这个好 如果说你卖破烂的这个过程中啊 你给人开了增值税转养大票 那么你会产生一个肖像税 你会增加一个纳税义务 这个肖像税单独的放在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肖像税额里面啊 因为你卖二手的东西卖破烂 你也是要交肖像税的啊 好 这个单算啊 第四步保险赔偿 你看看有没有保险公司 给你的这个固定资产投保 如果说有保险赔偿 那不又是从这个破东西里面 抠回来一部分钱吗 那你又抠回来这一部分钱怎么办呢 那不就是带固定资产养吗 对吧 那你收到钱是借业航空款 如果说没收到钱啊 借其他用收款啊 好 最后你要算一下利得的进行利了 我到底这个卖固定资产 卖破烂这件事 我是卖赚了还是卖赚了 好怎么办呢 就用我刚才跟你说的 因为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 最后要为零 你前面是不是有借方发生额啊 对吧 有借方发生额 也有贷方发生额 你反正最后要把这个科目给我怼平了 你就看这个借贷哪边不平 如果说原来的余额在借方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从贷方给我怼平了 那你是不是要贷固定资产清理啊 好那你借方是谁呢 那你借方只能是损益类科目 资产处置损益或营业外支出 损益类科目如果在借方 那不是减少净利润吗 那一定是损失 那相反如果说相反呢 那不就是处置利得了吗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我什么时候用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什么时候用资产处置损益呢 你看你卖这个东西是坏的时候卖的 还是说还有使用价值的时候卖的 比方说还有使用价值 那么这时候利得和损失 你要通过资产处置损益 这个科目核算 他核算的是你卖的时候 没有丧失使用功能 正常出售正常转当 比方说我就是把一辆二手车 我不愿意用了 但是这车还能开 我把它卖了我要换新的 那么这时候损失和利得 你都要用资产处置损益 那什么时候用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这东西彻底没用了 彻底报备了 我就是卖一个破烂 那么这时候你才会设计到营业外支出和营业外收入 他们核算的是丧失功能的时候 你把它处置掉 好 这一大套分度 你必须要会做 来 我们练一道题 环球公司某台机器设备的原值为一半 预计净产值为四百 预计使用年限是十年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该固定资产是某零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开始使用 也就是说从某一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停折旧 对吧 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停止使用 并对外出售 然后收取价款 六千五 然后咱们给人家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肖像税额是八百四十五 那么你现在要第一步干嘛呀 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转到固定资产清理一号去 那么这时候你要算一下四年间 对吧 从某一年到某四年 四年间我提了多少钱的累计折旧 怎么算 一万减四百的净盘值 除以使用年限十年 每年提九百六 一共使用四年九百六乘以四 三千八百四 四年里面一共折了三千八百四 那账面价值是多少呢 一万减三千八百四 六一六零 因为现在之前啊 从某一年到某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没发生过减值 所以说固定资产的净值和固定资产的账面价一样 都是六一六零啊 那么怎么做分路呢 借固定资产清理六一六零 借累计折旧三千八百四 代固定资产原价一般 这是把他的账面价转到了固定资产清理里面去啊 好 那么现在固定资产清理 我就简写了啊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平台没发生过手写笔 现在是个什么呀 借方发生了 对吧 借方六一六零 好 我们计算一下看 收取出售款项 卖固定资产 六千五 然后给人家开了增值税 收上发票 肖像税额八百四十五 也给要回来 所以说我们从买家那一共要回来多少钱呢 一共要回来七千三百四十五啊 这是这笔分路 那么贷方固定资产清理又发生了六千五 对吧 我们刚才是借方六一六零 现在贷方又出现了一个六千五 余额在哪头啊 余额在贷方 余额在贷方 对吧 那么咱们刚才说过最后固定资产的 固定资产清理余额必须是零 你看现在是谁啊 余额在哪边余额在贷方 贷方余额是多少 六千五减六千一百六 那是多少 三百四 对吧 三百四 我说了固定资产清理等这件事完毕之后 它的余额必须是零 它必须是零怎么办 我只能在借方再补一个三百四 对吧 我只能在借方 再补一个三百四 那不就是借固定资产清理三百四吗 然后贷方一甩 那肯定是个损益类科目啊 对吧 那么这道题是资产处置损益呢 还是贷 营业外收入呢 你可以看卖的时候丧失使用功能了吗 你从这道题的提干描述里面 他没说是毁损报废时候在卖的 对吧 他只是说停止使用并出收 那其实他提议想告诉你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还没坏的时候就把它买出去了 所以说你要用谁啊 你要用资产处置损益 资产处置损益说的是卖的时候没丧失 谁啊 使用功能 对吧 哎 那么这道题你告诉我 但是利得还是损失啊 肯定是利得 肯定是利得 这是咱们卖赚了 是产生了一个净收益啊 所以说损益类的科目在代方 代资产处置损益三百四 我告诉你做这种你不用去考虑代方 你就去考虑固定资产清理 他在借方还是代方 他在借方还是代方 你看嘛呀 你不就看这个分路最后 这个给他怼平了不就完吗 然后反方向啊 反反方向的科目里面 你再看啊 对吧 这道题是收益 那么 是资产处置损益 或者说是营业外收入 对吧 如果说是固定资产清理 他在代方呢 那么借方要么是资产处置收益 或者说是什么呀 营业外支出 你别去考虑损益内科目 别考虑他们啊 你就去考虑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该在借还是该在贷啊 然后你就能判断出来 这是一个处置净收益啊 还是一个处置净损失啊 所以说这种题你就按我跟你说的这种方法去走啊 这是最方便的 这是最方便的啊 好 大家告诉我这道题能够明白吗 会了吗 没问题是吧 好的 咱们没问题继续啊 没问题继续啊 还没完呢 还没完 说完了固定资产处置 咱们再来说固定资产清查 这真是最后一个内容 什么叫固定资产清查 就是每个资产负债表示我给数一下固定资产是多了还是少了 那个固定资产的实物是比账上多还是账上少啊 比账上多那叫盘盈 比账上少那叫盘亏啊 好如果说是盘盈 我们也是分成批准前和批准后 但是盘盈的这个账入处理和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存货的盘盈是不一样的啊 固定资产盘盈 我们要把它作为前期差错处理 固定资产这物件太大了 你能说多出来一辆汽车多出来一套房吗 那肯定是原来出错了 它和存货还不一样 存货流动性非常强啊 一直是在进进出出你错了 概率还挺大 但是固定资产一旦出错了你就去逮吧 要么是会计这边有问题 要么是固定资产管理人他那边出问题 无论谁出了问题 都是一个重大的前期差错 所以说固定资产盘盈 我们要作为重要的前期差错更正去处理 前期差错更正 我们都通过一个叫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科目来过渡 那么如果说是盘盈不就是固定资产 实物比账上多吗 我多出来的这一件我要入账对不对 入账里不就是原值增加吗 借固定资产代方式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一定注意啊 这个益没有三点水 这个益没有三点水 这里所说的损益说的是利润 是他对利润的一个调整啊 这是批准钱 如果说是批准后呢 那么冲掉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你看到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也是个过渡科目 这件事完了之后 它的余额也要变成流 把它冲掉 然后代方是谁 代方是盈于公积和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 这两个科目揉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留存收益 他们俩都是所有者权益啊 这是盘盈盔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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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处理是一样的 走代处理财产随密啊 无非就是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转入代处理财产随密 好 代固定资产借累计折旧啊 然后把账面价值转到代处理财产随密 这是批准钱 批准后呢 冲掉代处理财产随密 你看看有没有保险赔款 责任人赔款 有 那你借一个其他营收款 然后那个差额是谁啊 是营业来支出啊 是营业来支出 你看批准以后的这个 科目走的还不一样 批准以后科目走的不一样 所以老师在这里给你们做了一个总结啊 存货和固定资产盘盈盔盔盔 批准后的处理总结啊 存货在盘盈的时候 批准了以后 充谁啊 充管理费用 忘了同学回去翻一翻上节课的内容啊 这是盘盈 如果说是盘亏呢 盘亏如果说是管理不善导致的盘亏 记录管理费用 如果说是自然灾害导致的盘亏 记录与营业来支出 只不过在这个管理不善导致的盘亏的时候 你还要做一个额外的工作 叫什么呀 叫进向税额来转出 对吧 好 这是存货 那固定资产呢 如果说是盘盈 最终是记录到了留存生意 走哪两个科目啊 这两个科目 再看一遍啊 盈于攻击 利润分配和 对分配利润 两者加一块叫做留存收益 你看盘盈最终是记录到了所有者权利上 啊 和存货的盘盈处理不一样 如果说是盘亏呢 那都记录到营业外支出 没有说记录到管理费用 所以说咱们大家学习完之后 像这些相近的内容 还是要做一些总结和对比的啊 好 来同学做一道题吧 某企业在固定资产清查中 发现了盘盈一台固定资产进行倡物处理的时候 应代记的科目是谁啊 固定资产盘盈中发现的 这说的是什么呀 这说的是肯定是批准钱的事啊 批准钱的时候盘盈怎么做分路呀 来看一下吧 怎么做分路啊 怎么做分路 盘盈批准钱借固定资产 带一千年度随行调整啊 其实这题不就考你分路吗 那么你应该选谁啊 你应该选AE啊 他考的你就是分路啊 盘盈批准钱 因为他是重大前期差错 你所以要作为差错更正处理 差错更正我们都通过一千年度随行调整科目啊 一定注意啊 这个E可没有三点水 没有三点水啊 没有三点水啊 AE 应该是A 啊 好 说完了这道题之后 咱们今天的内容就都给大家讲完了 今天内容非常非常多 而且也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回去之后 这些例题啊 一定要好好的自己重新做几遍啊 你别光看 看没用 看你都会啊 你一定把答案盖上去超级底盘 自己重新做一遍啊 好 咱们下节课是二十八号啊 这是五一前的最后一堂课了 五一前最后一堂课是二十八号 二八号参加星期几堂 星期四 下节课是星期四 下节课咱们要讲无形资产 还要给大家 吗 hoop 谢谢观看